最近轉天氣,很多朋友都上網找湯水食譜 我們這次教大家做烏雞松草花裸片湯 這個湯是滋陰、保腎、潤肺的 很適合這個天氣可以喝的 我們選了健康農場的烏雞做主要食材 為什麼我們會選烏雞呢? 因為烏雞是養血和補血的,滋陰、保腎 所以我們就選了來做這個湯水 由於時間關係,我們已經把烏雞斬了一半 我們用半隻雞去煲湯 但是半隻雞都比較多,所以我們就再分多一半 首先,斬雞就拿起雞翼在中間下刀 煲湯之前大家記得要先把食材浸水 裸片就要浸過夜 另外那些藥材可以浸十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浸了東西之後,我們就要開始飛水 我們把瘦肉和烏雞都放進去 記得一定要在冷水的時候下刀 出水看到有些白色泡起出來就完成了 煲湯之前,我們要放3L水到鍋裡 煲滾了才可以下其他材料 放了材料進去之後,我們要等它在火滾起 我們就可以蓋蓋,煲30分鐘左右 煲了30分鐘之後,我們現在可以轉慢火 再煲多一個半小時 現在都大概煲了一個半小時 我們現在都聞到一股香味 可以先嘗試撕掉油 油撕到差不多了,我們喝下去就健康些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加點鹽,調味 現在聞到很香的雞湯味已經搞定了 可以拔起它 烏雞蟲草花,拿一片湯 我們下個月再就把間花氣 我們在筆掉下廚裡 我們下一個小時的雞湯 煲水就好